商务部日前发布公告认定台湾地区对于大陆贸易限制措施构成了贸易壁垒 引发了岛内对于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存续的担忧 岛内学者指出两岸贸易一直处在不平衡的状态 台湾方面构成贸易壁垒是铁一般的事实 若ECFA中断引发两岸经贸大地震 岛内年轻人将被迫吞下经济萧条的苦果 对于商务部的调查结果 台行政机构经贸办公室声称绝不接受 但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方面构成贸易壁垒是铁一般的事实 民进党当局一边享受大陆让利的经济红利 一边又高举所谓抗中保台大旗 不仅对大陆产品设下越来越高的贸易障碍 同时也损害了台湾消费者的利益 例如台湾禁止大陆汽车进口 台湾的消费者无缘享受大陆突飞猛进 性价比高的新能源汽车 今年1月 民进党当局宣布禁售 在台湾畅销的大陆螺丝粉等零食 台湾今年遭遇蛋荒 鸡蛋供应严重不足 民进党当局禁止采购大陆物美价廉的鸡蛋 反而舍尽求远 花费巨额运费从遥远的美洲大洋洲 进口高价鸡蛋 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表示 两岸贸易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 大陆在ECFA早收清单 对台湾多开放了近300项产品 台湾不止让利不对等 还限制了2000多项大陆产品进口 面对大陆的让利 民进党却维持得了便宜还耍坏的姿态 不断发表污名化ECFA的言论 制造敌意 台湾各界也表达了对ECFA被叫停的担忧 台湾前民代郭正亮 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表示 如果ECFA中断 台湾地区出口大陆的商品 或因巨额关税失去竞争力 而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关税 你根本没有竞争力 所以到时候就会影响你整个产值 岛内学者担忧 如果台湾产品失去大陆市场 有可能导致台商出走 物价上涨 失业率飙升 台湾民众将被迫 吞下经济萧条的苦果 这个年轻人他会对你的就业有影响 将来对你的收入有影响 将来可能我们的物价会上涨 你买的东西便当可能会更贵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 大陆启动对台贸易壁垒调查 是在民进党当局否定ECFA后续协议 两岸协商中断八年的情形下 被迫采取的措施 到现在赖清德依然高调反服貌 编造谣言 若赖清德胜选根本看不到 两岸协商解决经贸争断的可能性 编写 我们无编写